一本一本涉及精美的图书 每一本故事内容都会带领读者 到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 而这些总数8000本的图书 由国际狮子会300V2区 新北市双核狮子会 联合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发起 在推动阅读的想法下 购买了新书1000册 以及八成新的书籍7000册 响应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捐赠给新北市教育局 我们的藏书能够送到是新北市的偏乡 其实这是利用一个很棒的价位资源 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家长 我有三个孩子 但是以前我为了我的孩子 买一套书就花了好几万 可是当那小孩子从国小毕业之后 就感慨说这当初买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好像完全都没有利用到 所以说我才做了一个发想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有用的资源 有用的资源全部集中起来 送到新北市在偏乡里面 新住民与原住民家庭比例越高的家庭里面 因为其实坦白说他们会来台湾 其实说实在话 在相当程度上 其实在家乡其实是没有这么苦语 那教导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想非常感谢我们国际师子会 愿意来筹募相关的图书资源 来帮助尤其是我们的偏乡 还有学校长书比率比较低的学校 那可以这样的一个捐助 可以达到20个学校 8000册的书籍到价值约300万 我想对于整个我们新北市的国小 尤其是偏乡的国小 能够推广阅读 推广我们的图书馆教育 是帮助非常大 这些书籍预计将会送到新北市的三峡 平西十定等地的学校 阅读是学习翻转的关键 偏乡相对的是资源比较少 希望这些书本能够为学童们 带来阅读的幸福 同时也透过书本 带给他们前进学习的动力 这么多善心的团体 民间能够给我们学校很大的资源 当然这些资源非常的宝贵 我想我们新北市的学校 都会充分来结合我们的阅读教育来推广 那在这个相关的募集过程 我们新北市也特别推出 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 对于有需要的资源 能够透过大平台 能够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孩子 或是学校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师子会的一个捐赠 这些包罗万象的阅读资源 不仅可以提升偏伤孩子的阅读力 也因为私子会推动阅读的善心 让这份爱的力量能够传递到偏乡 关怀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 划入海洋 之外 因为梅商